美中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 随着谈判有所进展 3月1号的关税大限会不会延后 也成为外界瞩目焦点 12号香港南华早报报导 美国财政部次长马尔帕斯 被记者问到最后期限会不会延期 他简短回答不会 不过这报导一出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立刻大动作 在官方推特发文 表示南华早报的报导有误 马尔帕斯并未回答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更没有针对谈判期限向任何媒体发表讲话 这一声明以英文撰写 在其他成为中文的推特当中 显得格外醒目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美中谈判由白宫和其他中央机构主导 不过澄清声明却由驻中国大使馆发布 而且南华早报事后也没有删除相关内容 只有将文字修改为 本文稍早版本援引马尔帕斯称谈判不会延期 但美国驻华使馆予以否认 美国驻中国使馆的澄清辟谣 加上美国总统川普12号表示 如果美中接近达成协议 他不排除考虑稍微延长贸易战的停火期限 种种迹象也让外界大爆希望 看好美中谈判前景